怎么手还坏了 做些家务事碰的 做家务事碰 您站这儿来 欢迎啊 您女儿 养得好啊 自己抚养的是吧 不容易啊 这小子见过 见过几次 咋样 不咋的 咋不咋的 就不像能存一个小伙子一样 他流里流气 站不想站 坐不想坐 根本我都看不上眼 您家是农村的 农村的 我是农村的 农村的也没什么呀 这就没有啊 这小伙子不是挺好的吗 第一印象我就看着他不顺眼 有些事情他做的不太看破 哪些事 比方说吧 年前他上我家 他还去您家了 可以啊 刚才没说 他给我订一个净水机 我买的 没成想他过年呢 去连控制手去 就把这个净水机拿起来 连一分钱的东西 他都没给我买 你咋这样的 因为当时那个净水机很大 那箱子 加上那试完水以后 那个净水机有五六十斤 我当时还上学 我当时只能坐车过去 我扛上他我实在是 太扯了 那你第二天没带着姑娘 给买点什么见面礼 当天都已经撤回家了 就是一分钱的东西 这小伙子不懂礼数 你再说人家 确实不得人味 人家也不是去您家提亲的 提亲的时候人家会啊 对 哪怕给我买一个苹果 也是他的人情味 您觉得这小子没人情味 听懂了啊 这个您跟他们去玩过是吧 去过 玩得怎么样啊对您 我叫这挺好的 对啊 你看人家带你去玩得还挺好的 但是他有些事情我不放心呢 他带我闺女去 还上北京两日一夜游 那我不同意 您是看着去了是吧 那看着去了我不同意 我不放心我闺女 他想带您闺女去广州工作 您同意吗 不同意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从小把我闺女养大 她说带着走都带着走 我不同意 您这闺女得嫁人吧 嫁人是嫁人哪 有些事情她办得不靠谱 您说她什么事办得不靠谱 比方说呀 她年轻说给我女儿 买一个婚车 年前就买婚车呀 嗯 哇 大学没毕业就有钱买小轿车 可以啊 确实是车买了 这买了不就行了吗 可是没过多长时间 她又说把婚车卖了 换面包车了 太不靠谱了 拿着我闺女是耍心的玩儿子 车卖了 是是有一辆车卖了 不不不是 这应该解释一把 我说卖的不是那个婚车 我说卖的是红色的车你知道吗 我们家有个红色的车 我们把红色的车卖了 并没有说把婚车卖了 他们家车多 您理解吗 你闺女儿那个婚车她没打算卖 是吧 她卖的是另外一辆车 是这意思吗 你父母见过她吗 见过 那聊啥呀 现在就是他们都弄好团了 弄咱俩呗就这意思呗 那不是呗 我算是看明白了 你闺女儿铁了心要嫁了 还有啥事忽悠您了我听听 前年吧 我闺女儿上江苏实习去 本来我闺女儿在那儿付苦付业 加班加点 多挣些钱好几个 多挣几个的学费 本来她是挺好的一个孩子 让她呆了的 今天打电话 明天打电话 干嘛 让我闺女回来 好陪她一起玩 陪她一起乐 是吗 不但这钱 我给我 让我给她攒着 让交学费 让她骗着给她哄着话 你说我气的 我气的 不气啊 你挣的钱被她花了 还是你们俩一起花了 肯定是一起花了的 一起花的 你们就这么合伙地骗你妈呀 也不能是骗 因为当时的时候 我在那大概待了有 三个月左右 然后手里大概都有五千块钱左右吧 但是回去的时候我手机就坏了 买了个手机 对 行吧